现在吃泡面也变成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因为像这款黄豆猪脚面 它的价格是379元 但是这个价格可以吃一碗牛肉面 吃一颗牛排 甚至看一场电影 一碗要价379元 成为台湾泡面天花板 五星餐厅点水楼 黄豆猪脚面走豪华泡面风 不仅用猪脚熬汤 还选用宽面 黑毛猪脚 以及满满的黄豆 2019年刚推出时 是288元 已经很贵 但现在一碗定价是涨到了 379元 不过就算价格这么高 民众表示还是愿意尝鲜 会尝鲜看看 但是会看之后的一个 就是吃起来的感觉好不好 如果觉得吃起来不好 下次应该就不会再吃了 因为真的蛮贵的 价钱对我来说 只要好吃的我就会喜欢 我会好奇 就算比便当还贵 豪华泡面还是充满商机 之前统一就跟故宫合作 推出过满汉玉品火巴烧牛肉面 选用半斤半肉 边腱肉和入味酱汁 一碗要价248元 但就算不是走豪华风 现在有许多泡面 单价都不便宜 像是新加坡 拉萨全麦拉面 要129元 日本的油豆腐乌龙面 泡面是82元 海底捞的冬粉泡面 是109元 花越兰的拉面 要79元 都几乎破百元 虽然许多人表示 一碗泡面破百 真的太贵 但为了噱头或是美味 许多人还是愿意 花高价来呈鲜 冬森新闻学院助理中祥 台北报道